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杨 好,咱们继续逛狗事儿啊 今天的天气不错 这边是一个大叔带过来的一条德木 这条德木现在是一岁 咱们让大叔把这个狗弄下来 咱们看看 个头不是很大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胆子还有点小 大叔说这个狗会放羊 在家是看羊的 我咋看咋也不像 要价1500 咱说实话 这个狗1000块钱我都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个这个狗太胆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咱来看一下 来看看他的样子 就没出过门 大叔我给我吹牛了 说这狗会看羊会干啥 来你们看一下这个状态 是一条公狗这个样子 咱说不好听话了 这就是一个肉家 掏1000块钱我都给他掏高了 好咱们继续往这边看啊 这几条小德木非常的不错啊 来看这条 这种狗啊 这是中长毛的 这一看这头版 都是这个锤赛结合的 就是锤细和赛级德木结合的 那边还有一条 你看他 看他流线 看他后腿 走路都费劲 这就是赛级犬 哇 这狗不建议大家买 来看这一屋啊 这是平背德木 啊 这是老狗 里边有三个狗仔 那条灰色的 那可不是这个狗吓的啊 咱先把话说明白 我以为这个狗吓了一条灰色的 刚才问这个主人 他说那是别人给他的 啊 来看一下 一共有四条啊 一共有四条 那么这四条小狗的话 一条啊 这个主家啊 这个大哥要价是300一条 现在有35天了 但是狗非常的小 也就是在两斤左右啊 35天的狗两斤左右 这种狗说实话 我不建议大家买 就是300块钱 200块钱 我不建议大家买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买 因为弄回去 大家养不活 咱买个狗 咱们一定要能养活他 不是说他价钱的高低 咱必须得保证自己能养活 啊 所以说狗是有没有便宜的狗 有便宜的狗 问题是咱们弄回去养不活 咱们是败徒而废嘛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个小德木啊 最少的六斤七斤 那个样子 差不多 这样太小的话 说实话 路上就怕受不了 啊 来看一下 颜色啊 非常的不错啊 黑毛 红腿的 你看老狗的奶还有呢 围观的人也挺多的 好 这一期的狗事啊 就在大家看这里 你们想看什么狗的话 评论区直接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好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